精英律师罗宾在警局问话,反被促成姻缘,戴希当众告白,罗宾看上去非常的高冷,可实则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,尤其是遇到戴希之后,更是变得关心他人了。 有一个客户是来自农村的,并没有很大的靠山,也没有钱去付律师费,但是罗宾他的正义感爆发,竟然免费去给人家打官司。 因为罗宾的参与,让有钱有失的人也进入了监狱,这简直是大快人心。 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罪犯仅仅判了三年,在这三年里罪犯他并没有洗心革面,反倒是一直想要报复罗宾,但是罗宾也不是好惹的。 在罪犯出狱的前三天就已经做好了措施,罗宾向警方打好招呼,在罪犯出狱之后就一直跟踪着罪犯,最后罪犯在向罗宾掏出刀子的那一刻, 罗宾再次将罪犯送入了监狱,罗宾也因为这桩案子受到警方的调查。 罗宾在接受警方调查的时候,戴希在公安门外等候着,这一幕十分的温暖。